3月30号上午,马英九一行来到武汉市档案馆,参观英雄战役,抗击新冠肺炎疫情,武汉保卫战专题展成 该展成包括情深四海,厚望如山,生死阻击战,生命救治战,疫情阻隔战,物资保障战,发展突围战六部分 展出380余张照片,280余件实物,并有多媒体设备29处 深刻诠释了生命至上,举国同心,舍生忘死,尊重科学,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生动记录了大陆坚持人民至上,生命至上,有效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的历程 展成中有多幅照片,多段视频,记录了确诊台胞得到高效医疗救治,康复台胞捐献血浆的故事 自己的同胞,自己的家人,武汉市台商协会捐献的物资上这样写道 观展过程中,马英九赞许建设方舱医院市创举,并向医疗工作者的牺牲奉献致敬 疫情初步地做了好的控制,使得它不会大幅地向外扩展,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,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对双方有很大可以合作的空间 我们跟大陆之间也有在医疗方面的技术合作的协议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地运用